你知道X战警第一站里的达尔文 在设定里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吗 达尔文原名阿曼多姆尼奥斯 在电影《宇宙》里 是X教授何万兹王昭穆的第一批X战警成员之一 他的能力是能够根据自身周围的环境 做出适应性的改变 从而达到使者生存的特性 在电影中达尔文就曾在受到重击时 适应性的进化出了如同岩石斑坚硬的外表 以及进入水里时 进化出能够适应在水里呼吸的鱼塞 在电影里 黑黄找到这支变种人小队 并拉拢他们加入地狱火俱乐部 而达尔文也在与黑黄的较量中 加一加入黑黄的队伍 并趁其配合冲击波发起攻击 可是他们都小看了黑黄的实力 黑黄不仅吸收了冲击波的能量攻击 并且还将这股能量塞进了达尔文的体内 这股能量在进入达尔文体内之后 他先适应性的将身体转化成为钢铁 然后再转化成为岩石 可是都无法抵挡住这股能量 最终被这股能量给吞噬 达尔文也成为了X教授招募的X战警东 第一位牺牲的成员 在漫画的设定里 达尔文是以明拉丁义和非洲义的混血儿 他在四岁时就觉醒了自己的变种能力 但也因为能力的觉醒 使得达尔文变成了一个光头 且长出了较长的手臂 再加上他那怪异的双眼 导致他的外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怪物 也因为外貌的原因 达尔文被他的父亲所抛弃 和他相依为命的母亲 也是十分的厌恶他 而长大后的达尔文也加入了X战警 达尔文的这个能力 有着非常高的上限 漫画里的X教授曾说过 他的这个能力如不可控 他就可以通过改变自己基因的方式 获得其他超级英雄的能力 此外 漫画里这个逝者生存的能力 是可以让达尔文免疫死亡的 因为死亡相对于达尔文来讲 是一种环境 当他的能力适应死亡之后 也就等同于免疫了死亡